郭仲公仍然不愿意回忆当年的情景 荣国团死后 中国体育仍然在那场劫难中虚度自己的青春 然而历史的机缘巧合 使这时的中国体育充当了一个时代转变的枢纽 这个在文革期间这个转变 从体育来讲应该是还转变得比较快 转变得比这个其他方向要快 就在文革期间终于就 就由于日本来邀请我们参加这个三个一届 那时候是71年还在文革期间 这也就这样子 结果终于就决定 后来是经毛主席批准就是要去参加 中国乒乓球队在1971年文革尚在进行的过程中 出现在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上 场外发生的机缘巧合几乎使人们忘记了国手们在比赛中的表现 庄泽洞与美国选手科恩偶然相识 两人的握手竟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两名普通的运动员在特定的时空中扮演了一份绝不普通的角色 这次握手也给两个普通人的命运带来了重大的变化 科恩随同美国乒乓球队来到中国 雅皮士科恩成为美国媒介中的明星 但是他回国之后不久就下落不明 有关他的归宿有不少神奇的传说 而此时庄泽洞身上的运动员色彩也越来越淡了 1972年庄泽洞与中国冰邦代表团一起访问美国 他在那场颇有戏剧性的冰邦外交中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 这个角色远比赛场上的攻防变化更加难以预料 他个人的命运也在随后发生了重大变化 1973年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 以几位运动员的退役待遇为由 制造事端企图在体委夺权 这个时候庄泽洞扮演了他不应该扮演的角色 简直说我无盖子 不执行 呃 宗洋文革的执事 各个场合当中 在以后的两年当中 他也成为政治舞台上 一位迅速登场又迅速退场的演员 历史不可能重演 而我们就可以继续追问 在政治风浪当中 体育人应该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 勇于攀登高峰的革命精神 几番沉浮之后 庄泽洞又回到了北京市少年宫 这里当年曾经把他培养成为国家队选手 现在庄泽洞又回到这里当起了乒乓球教练 在平凡平静的生活中 回首往事难免会有一番感慨 所以我就讲嘛 我人生道路有时真像一个圆 他的 40年前 荣国团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的事迹 人生能有几回泊的豪迈气概 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变得更加凝重 因此安党的古方 实际上中国第十三世界冠军 零等候 文革结束后 新中国体育人积蓄已久的激情 喷勃而出 用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胜利 抚慰国人遭受创伤的心灵 使人们看到国家与民族振兴的希望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体育的政治色彩渐渐的大了 而胜负的压力却越来越沉重 如果出国的比赛成绩不好 回国的飞机与海关就是一个考验 那时听到一些南航人在说了 你们别回来过年了 过什么年 别回来了 其实他们听了这个话 我当时心里想了 行吧 别回来 在新加坡过年挺好了 其实是回到国内以后 我们知道一种压力 到了广州机场以后 过海关 有的一个差 虽然他们不出现的 很多人都体会过 比过海关还要难受的考验 比如又一位兵方国手 江家良 这是在1987年 第39届士兵赛 男子单打决赛的场面 江家良在艰难的战胜 瓦尔德内之后 尽显豪情 却禁不住 也面而起 在不久后的新体育杂志上 描写江家良的文章 题为冠军类 此时 江家良的冠军类 流淌满面的时候 想到的是胜负的残酷法则 想到的是他在前一年 汉城亚言会上 赋予刘南奎之后 面临的巨大社会压力 在那次采访当中 江家良有过 极为简明的表白 我是人 在绵绵信誉当中 江家良和家人 来到上海外滩 现在他仍然忘不了 十多年前 在汉城亚言会上 输给韩国的那场比赛 看看脚底下 亚言会的时候 输得很惨 真的很惨 4比5就输给南朝鲜 而输给韩国 也不可以讲 讲那个 韩国 4比5输了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输过 输过给韩国队的 我觉得那个年代 我从85 84年开始一直排名排到89年嘛 都排世界第一 但是那次比赛给我打击很大 我输了以后我感觉很 就很想不想再打下去 当时啊 那回个头来以后 还是喜欢打 还是继续想打 那么之后呢 我输了以后呢 很多人就觉得 江家良已经不行了 已经是在赢了 也只能是跟他的老乡 跟荣国团一样 也就拿一次冠军 也就不会再拿第二次了 那么很多观众也给我来很多信 你不要再打了 你回去老家 休养去吧 就给了 还有的甚至写信 写得很刺激 你干脆自杀受了 很多很多这个 都是我们自己 自己把它承受下去了 实际上把这个 这个苦自己咽下去 这个委屈自己受掉 不承受的话 又有谁来承受呢 这种励志很多的 我觉得我很骄傲 很自豪的 我觉得我是成功的 在99年的这次晚回当中 江家梁被评选为 新中国体育50星 江家梁带着轻松的笑容 看着90年代 崛起的运动员代表 走上前台 让他欣慰的是 这些后来者们 也许结果的荣誉 不再沉重 他们的生活会更加轻快 1996年 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 一位仅能获得两项 第四名的运动员 成为东方之子的嘉宾 他就是蒋成绩 在亚特兰大奥运会 就写在他们的脸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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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出来的呢 我简单说是逼出来的 这个酒户对我来讲 很有意义 嗯 觉得 完全 对我关注